大家好 欢迎来到听书学识 我们每天都努力保持健康和年轻 将健康和长寿作为目标 因此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 是医生教你如何延缓衰老的畅销书 这本书是由牧田沙二先生撰写 被称为解决各种衰老问题的权威之作 最近开始意识到自己有点老了 或者因衰老而感到身体不适 或者担心未来健康的人 请务必观看今天的视频并进行实践 我希望你能感受到其中的效果 今天要介绍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章关于老化原因的 第二章是关于探讨如何预防糖化的方法 第三章是关于如何防止氧化反应 内容非常有趣 务必读到最后并享受其中 同时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第一章中 我们将探讨老化的原因 老化是由多种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 并非单一原因所致 但在本书中 我们将着重讨论其中的氧化和糖化 这两个原因 特别是以预防糖化为立场展开讨论 让我们先简要解释一下氧化和糖化 首先是氧化 指的是氧气与物质结合的反应 也称为身体的生锈现象 大气中含有20%的氧气 在受到各种外部刺激时 会产生体内的活性氧化物质 如果这些活性氧化物质产生过多 会损害细胞 导致癌症 心肌梗塞等生活习惯病 人体具有抗氧化反应防御机制 来保护免受活性氧化物质的影响 当活性氧化物质过多时 会损害细胞并引发疾病 因此身体有能力清除这些活性氧化物质 当活性氧化物质产生超过 抗氧化反应防御机制时 就会出现氧化应激的情况 意味着活性氧化物质过多 而无法被清除 造成这种氧化应激的原因 包括紫外线 大气污染物质 吸烟 摄入过氧化的油脂 以及过度运动和工作等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 这些因素是人类老化的主要原因 然而 最近的研究发现 由此产生的一种称为 AGS的物质与老化密切相关 除此之外 我们还了解到 随着氧化反应的进行 同时也会促使氧化反应同时发生 这种相互促进的效应 会加速身体的老化过程 现在来解释一下糖化是什么 它指的是葡萄糖与蛋白质或脂肪结合的反应 糖化和氧化这两个过程 共同导致身体老化加速 糖化反应会产生一种名为AGS的物质 它不仅是皱纹和色斑的主要原因 还与癌症 心肌梗塞 中风 阿尔茨海默病 骨质疏松症 高血压 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有关 摄入含有大量AGS的食物 会导致这些有害物质在体内积聚 那么含有大量AGS的食物都有哪些呢 AGS的含量不仅受到食物本身的影响 还受到烹饪方法的影响 高温烹饪会使其含量大幅增加 具体来说 炸肉 炸鱼 高温烧烤等烹饪方法 都会大量产生AGS 因此 这些烹饪方法是危险的 使用这些烹饪方法会使得AGS的含量 比起生食状态增加一倍以上 因此 需要引起注意 虽然生肉和生鱼是最佳选择 但如果不方便的话 可以选择煮或蒸的方式进行烹饪 并外 AGS是由葡萄糖生成的 因此 血糖含量增加会导致AGS增加 过度摄入糖类和碳水化合物 也会增加AGS的含量 此外 接受日光浴或城市环境中的污染 也会增加AGS的数量 由此可见 接受紫外线会加速老化的过程 这也可能与AGS有关 总之 从糖化的机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一 尽量避免高温烹饪的肉类和鱼类 二 尽量减少摄入糖类和碳水化合物 三 避免烟草 四 避免过多暴露于紫外线 通过这四点可以减少AGS的生成 进而减缓老化的过程 以上就是对氧化和糖化的解释 请特别注意与烟草和紫外线相关的问题 接下来进入第二章 我们将重点探讨如何预防糖化 具体来说 我们需要思考如何避免体内AGS的机具 AGS一旦被体内吸收 就会在体内各处堆积 破坏组织并加速老化的过程 因此为了预防糖化 首要的是尽量避免摄入AGS 那么如何避免摄入AGS呢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 尽量避免高温烹饪的肉类和鱼类 二 减少糖类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毫无疑问 这两种策略成为主要方法 当然并非要完全避免所有高温烹饪的食物 也不是说要完全不吃糖类和碳水化合物 而是在日常生活中 尽量选择生食或轻加工的食物 比如生吃 蒸煮等 比如在吃牛排时 如果喜欢生牛排而非熟的 这种意识转变可以确保摄入的AGS量较少 糖类也是同样道理 如果一开始就完全限制糖类摄入 往往会导致挫折和失败 相反 可以尝试将常吃的甜点换成混合坚果 或者将常喝的饮料换成茶 从这些小改变开始 就能逐步减少AGS的摄入量 虽然不可能完全避免AGS的摄入 但通过改变生活习惯 可以减少AGS的摄入量 保持年轻活力 接下来 我将介绍一些适合想要减少摄入AGS的方法 以下是四点建议 一、摄取茶多酚 茶中含有的多酚 是一种抗AGS的有效物质 二、摄取B素维生素 维生素B1在体内有抑制糖化 和减少AGS对身体的伤害的作用 维生素B6 也已被发现能降低AGS的含量 三、进行肌肉训练 肌肉训练可以增加肌肉量 使肌肉内储存更多糖源 从而增强胰岛素降低血糖的效果 四、进行散步 饭后立即散步 可以防止高血糖 建议您试试这四种方法 除了减少高温烹饪和糖类摄入外 此外 虽然有一百多种AGS 但其中一种特别不良的AGS是丙息鲜案 这种物质已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确认 具有致癌性 当马铃薯和玉米等高糖食品 在高温下加热时会产生丙息鲜案 炸薯条和薯片中含量更高 请尽量避免食用 同样 还有致癌物质的食物也最好不要摄入 世界卫生组织 互确认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 具有致癌性 最好避免摄入 还有防腐剂和添加剂的食物 这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增加蔬菜摄入是个明智之举 因为蔬菜对健康至关重要 蔬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 可以调节身体生理功能 食物纤维能增加大边量 为肠道菌提供营养 促进肠道健康 保持大边通畅 还可以减少体内暴露于致癌物质的风险 这些虽是基本常识 但也请务必与其他饮食准则一同牢记吧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第三章 讨论如何预防氧化过程 意识到预防氧化的重要性后 需要通过饮食摄入足够的抗氧化物质来实现 人体本身具有防止氧化的抗氧化系统 但随着年龄增长 其活性逐渐降低 我们需要从食物中摄取抗氧化物质 抗氧化物质指的是能够在体内对抗活性养的物质 其中代表性的包括维生素和多分类物质 让我们首先从维生素开始解释吧 具有强效抗氧化作用的维生素 有维生素A、维生素C、维生素E 维生素A是一种易溶于油脂的维生素 主要分为动物性维生素 如肝脏、鰻鱼、奶酪、鸡蛋等 和植物性维生素如绿叶蔬菜等 由于维生素A易溶于油脂 因此建议选择使用橄榄油等植物油制作的沙拉酱 配合烹饪方式为主食 这样有助于防止A这次的增加 从糖化防护的角度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 维生素C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 存在于水果、蔬菜和土豆等食物中 尤其是在水果中 猕猴桃含量较高 在蔬菜中 西兰花和欧禽等含量也很丰富 维生素C对热敏感 因此最好生吃或者稍微烫一下就食用 由于多余的维生素C会通过尿液排出体外 因此每天都需要补充 维生素E与维生素A类似 是一种易溶于油脂的维生素 维生素E存在于坚果、植物油、木鳖子、鳄梨和卤冰花等食物中 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摄取这些食物来补充所需的维生素 接着是多分类物质 它存在于可可、大豆、蓝莓、洋葱等各种食物中 通常水果中还有较多的多分类物质 因此在食用水果时最好不要去皮 以充分摄取多分类物质 香料也含有强效的抗氧化作用物质 比如姜黄、辣椒粉、红辣椒、辣椒粉和月桂叶等常见的香料 几乎都具有抗氧化作用 我希望大家在烹饪时积极添加这些食材 另外关于红色酒酿中的天然色素、虾氢素 据说其抗氧化作用是维生素C的1000倍 即使通过补充剂摄取虾氢素也是可行的 积极摄取这种成分对身体有益 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具有抗氧化作用的食物和营养成分 您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 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我们讨论了AGES和糖化问题 我们发现这些问题也存在于我们体内的胆固醇中 人们通常将胆固醇分为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 但最近的研究表明 并不是所有的坏胆固醇都对身体有害 那些经过AGES或糖化的坏胆固醇才会对身体有害 这些物质会损害血管壁 导致动脉硬化的发生 同样长期摄入胆固醇会导致体内细胞发生慢性炎症 从而引发癌症等严重疾病 胆固醇的80%到90%是由肝脏在体内产生的 从食物中摄取的量非常少 食物摄入的胆固醇量会影响肝脏的产生量 因此 即使大量食用鸡蛋也不会影响胆固醇水平 鸡蛋是营养丰富的食物 对健康的人来说 每天食用一个是适量的 即使胆固醇值偏高的人 也可以每两天食用一个 希望您能在日常生活中关注这些问题 并努力摄取具有强大抗氧化作用的食物 最后我们来解释一下可以立即采取的补充剂产品 首先是蓝莓提取物 2008年有一篇论文指出 蓝莓提取物可以显著改善皮肤状况 实验证明蓝莓提取物可以减少真皮层中的AGES含量 但需要注意的是真皮层的胶原蛋白纤维寿命较长 因此需要持续使用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明显效果 当然直接使用新鲜的蓝莓也是一种推荐的做法 顺便提一下关于补充剂的事项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销售胶原蛋白补充剂 声称对关节和皮肤有益 然而需要记住的是 胶原蛋白是无法通过口服产生效果的 食用的胶原蛋白会被分解成氨基酸后再被吸收 我们体内的胶原蛋白全部是在体内合成的 重要的是要保持含有合成所需成分的饮食习惯 但由于它是蛋白质 所以普通饮食通常已经包含足够的量 因此很少需要额外摄取胶原蛋白补充剂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补充剂是猕猴桃 猕猴桃可以说是抗衰老领域的王者集水果 营养价值很高 在中国的古老药学书籍中也有记载 其中的维生素C和维生素E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保护细胞免受活性氧的侵害 而猕猴桃中所含的维生素C和维生素E的量 在水果中处于顶尖水平 它们是保护我们的身体 免受氧化损伤的强大助手 此外猕猴桃还含有特有的多分类化合物 这些多分类化合物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 有助于全身抗衰老和美肌 由于猕猴桃富含钾 也有助于减轻水肿和高血压等问题 它还富含膳食纤维 需要注意的是 维生素C和维生素E对热敏感 所以最好生殖 多分类化合物主要集中在果皮 因此应该彻底洗净并连皮使用 我们要注意这两点 积极地把猕猴桃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 第三项是关于巧克力的 尽管市售的大多数巧克力都含有大量糖分 因此我们先排除它们 建议选择可可含量在70%以上的巧克力 可可是巧克力的原料 富含多分 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降低血压并减少AGS的含量 作为小零食非常适合 建议常备一些 第四项是关于柠檬和其他柑橘类水果的 柠檬等柑橘类水果酸味 部分含有柠檬酸 具有杀菌作用 促进新陈代谢 保持血液畅通 减轻疲劳和抗氧化作用 柠檬还富含抗氧化作用强大的维生素C 非常适合预防生活习惯病 此外 经过发酵的穀物和水果等食物 有降低血糖和减少AGS的作用 也已经明确降低血压的效果 研究结果显示 像炸食中加柠檬 霍醋可以将食物中的AGS减少一半 因此建议在烹饪后 积极地添加柠檬汁霍醋 第五项是关于蘑菇的 蘑菇类食物低热量 低糖分 富含纤维 非常适合关注体重的人士 木耳对调整肠道环境有益 而且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D 也是其特点之一 研究表明 血液中维生素D浓度高的人 患肝癌 乳腺癌等大多数癌症的发病率较低 维生素D对钙的吸收至关重要 对预防骨质疏松症也非常有效 木耳特别富含维生素D 菌类食品富含钾 低含纳 适合担心血压的人积极摄入 煮汤时也可将全部营养一起食用 这是推荐的做法 最后 第六个是肉桂 研究表明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 肉桂还具有抗氧化 杀菌 促进血液循环和美肤等效果 可以说是抗衰老的精品食材 但需要注意的是 市售的糕点等含糖量高 所以要避免过量摄入 可以用于调味 但过量摄入可能导致肝损伤 因此需谨慎使用 建议每日摄入少量 本书还详细介绍了 其他应该摄入的食品和烹饪方法 如果对防止老化的饮食有兴趣的话 建议阅读本书获取更多信息 您可以更好地规划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方式 从而延缓身体的老化过程 保持健康与活力 希望本书能为您的健康生活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启发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